这是林志颜风神的电影 她对风月片的贡献 远远超越了岛国一众老师们 而这部《奸臣》 仅仅是她人生中的第二部电影 为了铲除朝鲜最昏庸的燕山君 她毅然决然地舍身竞选秀女 而秀女的选拔条件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素女精约 好女必有海纳百川之嘴 血样洁白的牙齿 纤细的四肢 皮肤白皙有光泽 可以有风鱼的肉 但骨头要像竹子般纤细 此为上等秀女 要苦练形体 时刻保证体态优美 头顶刺书 走起路来稳如轻松 要学会弯曲行走 减掉腹中肥肉 选取射香 小葱根筋 山鱼肉 大红枣混合适量 研磨成粉末 涂抹特殊部位 用来保证鲜嫩 还要保证如温泉一般浸润身心 以上是形体条件 还要进行理论教学 如何遵守后宫制度 如何不失礼节的面见王上 最终迎来燕山君的终极测试 桌上摆放一百种食材 敢于吃下最恶心的食物 当即耐入后宫为才人 小美勇敢上前 仔细挑选着 用筷子夹起动物的内脏 燕山君兴奋地跑过来 捏住下巴质问它是什么味道 小美说此为人间至上美味 让人怀念初恋的感觉 一戏话说完 燕山君热泪盈眶 当即表示要带入后宫策立为妃子 但崇宰却极力阻止 燕山君气得直跺脚 但又无可奈何 第二天剑术训练 小美天仙般的曲线 让崇宰无法自拔 即便燕山君来到跟前却没有发现 面对仙女一般的小美 燕山君被迷得颠三倒四 可她不知道的是 小美的最终任务 其实是杀死她这个昏君 小美天仙般的